判断关修成果的标准和方法 想要判断自己羞耻的水平 我们可以这样做 首先呢 先想象自己啊 现在正在人生即将结束之前 最后的那张床上 因为已经快要不行了 呼吸的声音也变得越来越大 因为身体器官的衰竭 无法正常消化 所以呢 只能靠着一点点食物 勉强支撑着 就算是平日里最喜欢的食物 就算是在身边最亲近的人来喂 也没有胃口 不想吃 而且呢 还隐约听到周围的人说 他快要不醒了 所有的治疗方法都用尽了 就算心里哭天喊地 也无力会天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才明确地了解到 自己 时日无多 眼看就要死了 仔细一想呢 好像 什么也带不走 于是呢 我们就会 不自觉地 想到 死了之后呢 我会去哪里 接着呢 会忍不住 一直想 自己死后会怎么样 现在我们在 观修死亡无常的时候 如果能升起 这两种想法 第一 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死了 第二 会忍不住 一直想 死后会怎么样 会去哪里 如果能够升起 这两种想法的话 就算是观修的到位 达标了 其实 如果死亡无常的想法 确实扎根在 我们心里的话呢 我们就 再也不会 觉得人生迷茫了 而且呢 再也不会 去问别人 自己接下来要 怎么办 要去做什么 之类的 这一系列的问题 你 顿时 就会知道 自己 要去做什么 因为一旦 升起了 死亡无常的心 那有关 人生的意义 是什么 目标是什么 接下来的 安排是什么 这些问题都 没有了 随之而来的 是对死亡 不知道什么时候 会来的担心 以及 为 来世修行的一种 冲动 迫切 还有渴望 其实 有关 死亡 无常的修行 往昔 嘎丹派的 不少大德 都留下了 他们 宝贵的经验 心得和教育 我在这里 跟大家分享 几个小故事 也许能让大家 更容易理解 什么样的状态 才算是 观修的 有成效了 老弹派大师 波多瓦 我想很多人 都很熟悉啊 在他所写的 辟语法 宝吉当中 讲到了 三位善知识 被他称为 是当时藏地 观修死亡 无常的典范 那么 是哪三位善知识呢 首先 波多瓦说 在藏地 实实在在 生起了 无常之心的人 就是我的上师 也巴想尊 他 他 时刻不离 无常之心 那 也巴想尊 是 怎样做的呢 通常来说 我们大家都会 有一些 自己的 私藏 珍藏的物品 但是呢 也巴想尊 什么都没有 而且 别说是私藏 就算是 平时生活中 需要用到的 必须品 他也就 那么几样而已 因为他总是觉得 自己马上就要死了 不是明天 就是后天 尤其是当他感到 身体稍微有一点 不舒服的时候呢 他就会觉得 自己 这次肯定是不行了 马上就要死了 所以呢 他就早早的把 后事都交代好 而且呢 把他 仅有的 那几样 属于自己的东西呢 全都分给了别人 当然了 他分给大家 也并不是 让大家马上 都拿走 他会跟 人家说啊 我的这些东西呢 这个是分给你的 这个东西是分给他的 等等 然后呢 他会说 我现在只是 先借用一下 既存在我这边 我死了之后呢 里面都拿走 从野八想尊的 这些行为啊 就清楚 清楚的说明 一个真正升起 死亡无常之心的人 会做出什么样的行为和举动 我觉得 他这样的做法 别说 让我们去做到 可能连理解都很难 那么波多 我提到的第二个 第二位啊 观死亡无常的这个典范 叫做 年举 夏根九年 这位上师 在现存的这个史料当中呢 记载的不多 可能很少人听过 那么 夏根 这个波多啊 是怎么描述他的呢 波多说 这个夏根九年 也是一直都怀着 怀着无常之心 有一次呢 他的适者说 夏天就快到了 我们应该准备一些柴火 夏根九年回答说 我们能不能活到夏天 也很难说 所以呢 有什么好准备呢 就算 侥幸能活到夏天 那就到时候就看情况再说吧 所以呢 夏根九年呢 从来都没有觉得 自己会长久的活着 死亡无常呢 已经完全成为了他人生的基本理念 正是这样的无常之心呢 激励 他用毕生的精力去修行 修持 而且据说 夏根九年在晚年 晚年 直到自己快要圆寂的时候呢 就变得特别开心 非常高兴 能在死亡面前呢 展现出这样的一种心态 状态 我想可能 对很多人来说 都很难想象 甚至是不可思议 但是呢 正是由此 能看出 他一定是对死亡 来世 做了万全充足的准备 才能 这么乐观 积极的去 迎接死亡 这就有点像是 在学校的时候 如果 是那些平时 就非常用功 努力学习的好学生 那在 临近这个毕业考试的时候呢 他们反而会特别高兴 因为为此呢 他们已经准备了很久了 现在终于到了 他们可以展示自己 学习成果的时候 所以呢 他们不仅没有压力 而且还会胸肉成主 而像我们这些平时 不好好努力的学生 可能最怕的就是考试 想到考试就会头疼 尤其是到了最后大考之前呢 一定是手忙脚乱 临时抱佛教 我想跟 下战主念的 五场的修持 比起来呢 我们的修行呢 应该是 天地之别 而且 据说 后来下战主念 突壁的时候 他的骨头上 自然生出了 特别惊人的佛像 那么第三位波多瓦 称为五场修持典范的 是 勉孔爹 他是三位之 他是这三位之中啊 后 后世人 人们了解的比较多的 一位成就者 勉孔爹也是非常精进的 据说 那个时候呢 他平日里 只是生起 哪怕一点点 那一丝丝 考虑到今生的念头的时候呢 他就会 对自己说 勉孔爹 你连选择活到今天 活到明天的能力都没有 还在这边 坐着好像会 一直活下去的打算 他就一直这样 责备和 这个鞭策自己 因此呢 更加的 去努力的去修行 所以呢 我们看看这三位 死亡五场的修行大师啊 他们的言行状态 然后呢 反过来呢 再对比一下 我们自己的这种状态 应该不难看出 我们和他们之间的 这个差距 有多少 而且呢 我们做的事情 可能基本上 都是跟他们 刚好是相反的事情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三位 大德的言行 也是我们 可以用来判断 自己 是不是升起 死亡五场之心的 一个很好的 衡量标准 然后 除了这三位典范之外呢 波多瓦 还经常会提到 这样一个比喻 他说 关修 死亡五场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看看 那些从远方 来到藏地 来自不同国家的商人 他们到了藏地之后呢 会去那些有名的 大集市 做买卖 谈生意等等 但是呢 就算他们经常来往 而且也会 住上一段时间 但是呢 从来都没有 就打算长期住在藏地 所以呢 他们在这里 既不是买房子 也不会建房子 一心想的都是 等生意做完 马上就 启程回家 而且呢 就算在藏地 他们做的事情 也都是为了 回家准备 比如说 他们会买下那些 自己家乡人 喜欢的东西 打包好 带回去 同时呢 他们又会卖掉那些 只有藏族人 才会喜欢的货物 总之呢 他们始终都是 为回归故土 做着各种安排 同样的道理呢 我们不会一直都停留在今生 所以呢 不应该总是忙着去做那些 只考虑到今生的事情 我们要做的 是为来世规划和筹谋 筹谋 比方说呢 有些那些会一直跟着我们 呃 拜到来世的那些不好的东西 比如不善的言行 我们就应该马上全部舍弃 而那些有价值的善的事情 我们都应该常常去做 所以呢 波多瓦就完全升起了这样的心 所以呢 他才会经常跟别人提到远方商人的 呃 这个比喻 以前 噶当派还有一位 著名的善知识 叫做 看巴龙吧 他经常也 跟别人这么说 假如 去跟一个明天就要死的人说 这个世界上啊 所有的山都变着金子 所有的水都变着苏油 您的家里堆满了财宝 全天下的人都成了您的子民 呃 这些都只属于您 呃 他们 只服从于您 呃 去跟一个明天就要死了的人说这些的说这些话 有用吗 呃 这是 看巴龙吧 经常说的一段话 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出啊 就算是 呃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富足 也完全不能吸引他 可见他心中 已经彻底断除了对此生的贪恋 他所想的完全是来世的事情 而这种断除 一定是建立在非常坚固的无常之心的基础上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只有无常的想法升职于心 才能让一个人斩断对今生之间的这种连结 说到连结呢 呃 有这 这样一个比喻 呃 很生动的形容了 我们是怎样被今生的连结所束缚的 我们知道在西藏啊 有很多游牧民族 他们在出去放游之前呢 会先在地上打个木桩 然后用一条长长的绳子 把小牛呢 拴在那里 再出去放游 然后呢 有的时候呢 那些牛群呢 会刚好回到附近的地方吃草 这时候呢 这个如果小牛看到自己的妈妈 在不远处 而就会忘记自己 你看 脖子上有一条绳子 然后呢 就使出吃奶的这个力气 狂奔过去 这条绳子也很长 所以呢 当他跑到一条绳子 撑到最长的地方的时候呢 就会因为用力过猛啊 然后就 啊 枕头 牛呢 就这样翻过来 有点像是 后空翻的样子 于是呢 那这条小牛 就会被绳子完全拉回来 但是呢 马上呢 他又会忘记 有一条绳子的存在 又一路猛撞 然后呢 又被绳子拽回来 接着呢 又是一路翻滚 就这样 一次又一次 直到他累了 就会躺在草地上 休息一下 那等一下呢 体力恢复了 他就会 又冲出去 再翻回来 就这样 一直没完没了的 我们对今生的这个执着 牵挂 就像是 这条绳子 就算我们一直说 未来是 努力 但是呢 过一段时间之后呢 就会忘记 然后呢 又冲出去 为 这辈子的事情 忙碌 最后 到头来呢 一事无成 所以呢 想要斩断 这条绳子 斩断 对今生的追求 只能靠我们自己 而斩断 他最好的工具 就是管秀死亡无常 虽然说了这么多 呃 官修死亡无常的例子 那 还有很多故事 但是呢 呃 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知道 无常的法门 并不是 呃 那么简单易修的 有一位 敢当派的善知识 叫做 林茂 啊 他曾经 就这样说过 那个时候 我刚开始修 这个死亡无常的时候 以为没什么难的 后来呢 修了一段时间之后 才发现 在所有的法门里面 最难修的就是他 直到现在 也没有觉得 自己修得够好了 或者掌握了 其中的要领 但是 我已经修了 足足十二年 本来以为啊 还以为啊 自己已经花了够多的时间 但是呢 没想到 有些人修的时间 比我还长 不仅迪玛瓦这样说过 波多瓦也曾经 说过类似的 他说 我在刚开始修 无常的时候 心里很难生起体会 因为太难修了 于是呢 就感到非常难过 但是后来呢 才发现 无论是在佛经里面 还是在论典里面 到处都是 关于修死亡无常的教法 所以我们要知道 所以我们要知道 在整个佛法里面 最重要的修行之一 就是死亡无常 波多瓦也是 在了解了这点之后呢 心里就不再觉得难过了 所以我们不要觉得 死亡无常是一种初级 入门类的修持 随便修一修就可以 无常不仅是整个佛法修行的基础 同时也是核心 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如果无常没有修好 那去修其他任何法 都很难修得好 然而如果无常修好了 那其他的法门呢 就会一通百通 以前就有人这样 问过波多瓦 他说 您普通啊 煎熬啊 三位师兄弟啊 都是Jom Demba的弟子 但是您呢 一直都在强调无常 而普通瓦呢 比较注重的是 元旗的口诀 江阿瓦呢 一直都在强调四圣地 为什么您三位 作为同门弟子 却会注重于 三种不同的法门呢 波多瓦是这样回答的 他说 其实我们三个人 所注重的 也没有什么不同之处 普通瓦的 元旗 观元旗啊 是 要从老死的部分 开始观修 而江阿瓦所讲的四圣地 也是要从无常的形象 开始观修 所以呢 实际上 所有的这个修持法门 都是从观修五常开始的 根本上来讲 在这件事情上 我们都是相同的 所以说我们不要以为 观修 死亡 五常 只是前行中的一部分 然后呢 有些人 就会担心 如果一直卡在这儿 会影响到 后面的修行 怎么办 其实呢 不是这样的 观修五常 是很多法门的基础 可以这样说 如果 五常修的到位 到家了 那其他法门 也就自然融会贯通 总而言之呢 今天说了这么多啊 也跟大家分享了 这么多 噶丹派的修行者的故事 希望大家能有一些感触 得到一些启发 还是那句话 无常的暴力 我们都懂 可是我们的 可是自己的医生 什么时候会结束 没有人知道 我们要 要有一种态度 要把每一天 都当做自己人生的最后一天 要做 要做好 明天就要死的准备 我们得带着这样的一种心态 去生活和打算 这样在结束这一生的时候呢 才不会后悔 才不会留下遗憾 我们要通过 观修 死亡 无常 升起对修行的紧迫感 要知道 现在多修一点 死的时候呢 就多一点信心 对来世 对来世的去向呢 就多一些把握 希望大家能够像 下瞻主念那样 现在就开始努力 做好万全充分的准备 能够开心快乐 充满信心的迎接来受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以宣扬佛陀正法 培育优秀身材 积极社会公益为直制 二十多年来 借由各项法务 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 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 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 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 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 让大众接触佛法 明白因果业报观念 才能断隔修缮 改善命运 所有的方便法门 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 认识佛教 学习佛法 才能离苦得乐 这是慈悲智业的 长期以来的使命 为了护持佛法永续 第一 更多众生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邀您继续护持 共同推动慈悲智业的各项会晤 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 润则群生 护持邮局华博帐号 5044-4468 5044-4468 护名 财团法人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总管理处 地址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尔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传真03-989-8787 03-989-8787 佛教慈悲智业高雄分会中山书方举办八观灾界即佛学讲座 日期3月17日星期日 时间上午9点 八观灾界护生即蒙山师师法会 恭请战山法师 战将法师 赞同法师主法 下午2点 佛学讲座 阿弥陀佛48大院 主讲 战将法师 地点 高雄分会 中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 恰讯电话 07-221-2323 07-221-2323 敬邀菩萨参与询习 同瞻法义 共母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佛教中山书方 法会直播 请搜寻脸书 佛教中山书方 佛教慈悲至业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举办清明孝亲 报恩超度法会 3月27日星期三 礼拜慈悲三昧水菜 清明祭祖表孝道 超度祖先归净土 三昧法水洗成垢 累世冤液皆消除 上午9点开始 恭请广护法师 及法务指导法师 共同领众 3月28日星期四 三十系念超度法会 三十系念 规劝净土 彌陀怨海 等辞众生 上午9点开始 恭请广护法师 祖法 及法务指导法师 共同领众 3月29日星期五 佛学讲座 及余且宴口法会 三密相应加持力 上供诸佛并下师 佛法难闻经已闻 祈愿回向生净土 上午9点半 佛学讲座 从宴口看学佛礼录 主讲人广乎法师 下午2点 于且宴口法会 恭请惠太法师主法 及法务指导法师 共同领众 地点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联络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 共睦福恩 法会备有 共品礼盒及白米 欢迎提早登记 生命电视 慈悲奏就 生命之美 为什么明心见心 人人有心 却明不了见不了呢 因为那心里面空荡荡 你说一张白纸上有画吗 对艺术家来 他看白纸里 他就有画的 对科学家来说 虚空也不空的 充满了各种色线 各种维度 当我们的心灵 充电 我们就知道 心是有质量的 它是光明的 是温暖的 当你心里面 当你心里面有资量的时候 你就能够明 你就能够见 所以积功累得 也是往这个心灵里面 像存钱一样 佛法的 光明天一本书放在那里面 有什么意义 你能得到三规体吗 狂妄的人看了那个书 有可能变得更狂妄 连对一个文化传承者 人间的出家人 他都不会共进 三规体都没有 他不愿意就归 这样一个我执我见 傲慢 离佛很远很远的 他离魔很近 但是他却能佛言佛语 都讲着祖师的语言 佛的人高的话 这不是佛教徒 这不是佛法 我们对国家那么高的热情 对这方土地 这方人民 有这么深的情感 我们延续着我们古代的文明 我们的老祖先的文化 为子孙代能够传这个火焰 虽然我们要谦卑 要低调 但不代表 我们可以把佛法降格 出家为什么要做高一点 高一点 这是为了表示 法的尊贵的缘故 不是我们个人要做高一点 因为讲法 听法者毕竟要低谱做 这是佛法的规矩 所以猜佛教里有一句话 宁愿老圣下地狱 不将佛法做人情